嗨大家好我是三毛 这一期咱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快速的切菠萝 我们常常在买菠萝的时候 要等老板切的话要等半天 它又是削又是抠的 其实大可不必 只要一掰三刀就可以解决 第一掰就是把这个大给它去掉 第一刀竖切片开 第二刀取一片下来 第三刀斜削45度角向下斜削 到这个位置抽刀 然后一个卷刀向前这样子锯刀 OK到这个位置就可以收到了 然后用一根竹签从这里穿过去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竹签就找一根筷子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看一下非常的干净 我们看一下现在就可以享受美食了 OK最后我留了一块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切 其实第一刀和第二刀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最重要的是第三刀 有点技术含量 为什么要大家这样斜着切呢 是因为中间的这个盒下半部分纤维是比较硬的 没有什么水分 所以咱们就把它切的多一点 上半部分是比较嫩的 咱们现在就可以看出来下半部分的颜色深一些 上半部分的浅一些 所以这样斜着切取这精华部分 速度快并且不存在有多少浪费 我们看一下这个削下来的皮 没有多少的果肉留在上面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成品 好的 今天先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集再见 拜拜 来吧 尝一口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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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